大家好,我們今天不試車去試吸塵機 為什麼要試吸塵機呢?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都買了一個無線吸塵機後 想吸了一部車 究竟是否可以呢? 我們就看看怎樣 眼前的就是V11 V11是Dyson的最新產品 這裡有一個螢幕 會顯示剩下可以使用的時間 亦可以顯示你用的模式 全部都是靠這按鈕去選擇 除此之外,為了令大家更加明白 這個吸塵機V11和V10的分別 我特意會遮蓋10 和大家一起比較一下 究竟有什麼分別 現在眼前所見 右邊是V11 左邊是V10 兩者的最大分別就是螢幕 按鈕去按鈕 右邊是V11 你會見到它會顯示到它使用時間 即還可以使用多久 以及它的模式選擇 其實一切的選擇都是透過這個螢幕去做的 至於V10方面 選擇模式在機頂 而電量顯示就在下面 而且是用較傳統的顯示 你未必知道使用時間是多長的 至於機身方面 兩部電池的電池大小是有分別的 V10會比較小 而V11會比較大 當然大一點的電池 代表有更大的電量輸出 所以它的吸力比以往優勝 續航力也會比較高 另一個不同的點 就是這個吸頭 這個吸頭 兩者大小是有分別的 除此之外 它兩個在功能上都有分別 在V11配備這個 是智能吸頭 可以按照你吸的不同表面 例如磁磚地還是地毯地 它會自動調節適當的速度 在吸塵機的吸力速度 去做調節 至於舊那一代 即是V10這一部 沒有這個功能 或者我剛剛這樣說 未必明白 但現在示範給你看 這裡有兩種不同的地毯 左邊那種比較平滑 而這邊那種會比較粗粗 基本上在智能吸頭上 它放上去是有不同的情況出現了 首先是粗粗表面 現在顯示是17分多 一直吸 吸到前面比較平滑的地方 就會聽到聲音開始轉變 就會變成33分鐘的續航時間 即是智能吸頭已經按需要調整吸力 至於在使用上 其實我最喜歡就是用這個插頭 這個插頭就是軟爐插頭 基本上大部分的家具 鍵盤都適合用的 基本上就是這樣 這樣吸收 就可以清潔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包括你的車的標板 包括一些儲物櫃等等 都可以吸收 唯一可能有些少不方便的 就是這個延長 其實沒有一條軟管 在一些客閘的地方 其實有少少不方便 這個就是一個美京任何 處理的鍵盤 上面是滿布灰塵的 現在已經有很多 鍵盤之間的表面 都已經不太多層 只剩下一些 可能是邊位 一些深層欄吸少少的位置 是有層的 這樣可見 這個Dyson V11的吸力 是相當之強勁的 至於吸車方面 由於這個天雨的關係 我們改用這個 汽車BB凳來做一個示範 可以看到 這個層面的汽車BB凳 上面 就應該有滿布灰塵 我們會用這個V11 配清理這些深層小型震動吸頭 你看它吸到多少東西 現在看到裡面是沒有什麼 我們現在就要吸了 現在可以看到 裡面已經吸了不少層了 魔鍵其實是相當有效的 還有提醒大家 這個吸頭是不適合用在皮面 的傢俬 或者是汽車座椅上面 所以千萬不要用這個吸頭 去吸你的皮皮 真皮座椅 因為這樣可能會弄回你的椅子 這樣就不用了 再跟大家分享用Dyson的心得 這幾個星期 其實我都用來吸一下家 或者吸一下同事的車 或者吸一下很多不同的東西 其實Dyson的吸力 真是無用之熱力 我猜是現時市場上的吸塵機 之中數一數二 它的智能的吸地功能 即是選擇模式的功能 其實是很實用的 因為你不知道在用什麼情況 即是用什麼力量的時候 它幫你決定在一起 其實是很好用的 我們這次的V11測試就到這裡了 下次我們再跟大家試一下其他電器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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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h 其實是不用的 因為這一般的情況下 普通的吸力已經足夠應付 日常所需 那這兩個功能 可能只是吸藏輸 的時候才有特別需要